日前广汽丰田发布了哈兰达全新的2.0T车型的官图 这是新一代哈兰达的纯燃油的版本 此前它的陆式工信部申报的流程都已经完成了 现在就是坐等上市 这款2.0T的哈兰达是380T的车型 从外观上你看不出它和现款的双情有什么区别 造型都是一致的 只有黑底的logo上才能够看出不同 380T版和双情版的区别主要集中在了动力系统以及内饰方面 首先来说最重要的动力 这是一台全新的进口的TNGA2.0T的发动机 最大功率248马力 同时它也换了一个全新的8AT的变速箱 而且其动态的表现会更加的顺畅 丰田还给它配备了一套DTV动态矢量四驱系统 上期的节目里我们给大家聊过 丰田可能要推出一款全新的SUV来替代汉兰达 所以这可能是汉兰达的最后一款燃油的车型了 其次咱们再来说一说内饰的变化 纯燃油的汉兰达在内饰的布局以及配置上并没有做什么改动 可是在原来的米色和黑色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款棕色的新配色 它会让车内的层次显得更为丰富 原来以为2.0T上市以后会拉低汉兰达的入门价格 可是现在发动机变速箱都是新的 汉兰达还能不能够降价还真不太好说 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最近要多留意它上市的信息